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泡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白宮正式宣布喔 這個外交抵制 北京動澳同一時間喔 中國人行為了舊經濟喔 直接降准喔 那放出1.2兆人民幣的資金 然後在台灣社會喔 網路上仍然持續發酵延燒的是 今天喔 這個高嘉瑜相關 當時怎麼被打 怎麼往死裡打 不回答就要挨打的照片喔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喔 同時喔 高嘉瑜的自白書跟留下的影像喔 進週刊喔 也接二連三的曝光出來 這固然是有人在為資料 然而何以林秉書可以行騙全台呢 包含了西董外界猜測是 張中謀董事長的董娘都可能被騙喔 那他到底怎麼混進超級貴婦圈 怎麼爭取到張淑芬的信任 張中謀說 林秉書確實找過張淑芬 但是細節他並不知道 然而同時喔 今天週刊仍然再度曝光喔 林秉書跟市民立委的合照 主要的三個立委喔 當然核心是新潮流喔 新潮流到底是不是有了 政治上的恐怖情人 現在可能面對什麼樣的政治暴富呢 同時喔 新潮流這一回合喔 到底檯面上還有多少人被騙 那外界另外一個追蹤的是喔 媒體說昨天曝光出來的這一張 ATM的存款餘餌兩千三百多萬是批出來的 但是林秉書的真正的餘餌可能是三百多萬 合宜喔 一個無業然後沒有正職的人喔 這一個能夠有三百多萬發大財喔 到底喔 這個林秉書們是怎麼透過政治的公關喔 吃香喝辣 那這背後當然也跟網軍橫行 甚至網路蟑螂橫行的政治文化有關聯 同一時間喔 另外一個戰場在中二 今天817違建自己拆 拆了之後會如何影響選戰的攻防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 蔡玉珍 大家好 再來是王世堅議員 林官好 大家晚安 再來是資深媒體人黃陽明 大家好 再來是陳專家溫瑋傑 大家好 再來是陳高超 大家好 再來是黃澎夏大哥 大家好 好 高超今天喔 鏡頭看仁然在網路上率先曝光了 林秉書到底怎麼把高嘉宇 往死裡打的影片跟這一個照片 同時喔 還曝光了 他混進張中謀夫人 張淑芬的交友圈 然後中間還有各式各樣的對話截圖 對 我覺得這好像一部電影在也非常的驚悚 我們知道之前高嘉宇是被林秉書爆打 這一張各位 這一張是首度今天開始曝露出來 這是高嘉宇的所謂的自白書 其實不是自白書 是後悔書 就是懺悔書 他說我是高嘉宇 我長期用納稅義務的錢 僱用馬文玉 但他並沒有來上班 也沒有都是做自己的事 這完全是竊取公堂 我非常後悔 高嘉宇 2021年11月 請問這是一個國會議員寫給誰的自白啊 這是一個後悔的 不只是這樣 這是一個文字版 還有影音版 林秉書甚至把這一份東西 叫這份自白書叫高嘉宇說 你承認是不是高嘉宇說是 是是 馬文玉是這麼講的 但是今天鏡周刊裡面 拿出的影音黨是嗯嗯嗯 但是他發出微弱的聲音 叫做奄奄一襲 他已經什麼神智不清了 你叫一個神智不清跟奄奄一襲人 來自己承認自己的後悔自白書 這個是什麼道理啊 好 那後來大家不只說看到這個影音裡面 還有高嘉宇為什麼被右臉被打 然後這個藍色的冰服還冰著 右手全部都是血 竟然在裡面把這個影片PO出來 威脅高嘉宇 不得做其他的事情 好 那這個是一個一個場景 是非常恐怖的場景 叫做施虐啦 虐待 好 那好這幾天檢調單位 跟李永鈺律師已經開始找到 另外一個豆腐頭 當然白色豆腐頭還沒看出來 可是我們看到豆腐頭裡面 竟然有分兩類 第一個就是林秉書 他跟他用所謂的二代 富二代所謂的政大博士班 股票投資者 就跟這些名流貴婦 開始喬事情 喬什麼事情 他喬事情拿佣金 譬如說 在這次疫苗的時間裡面 他竟然林秉書用 國安單位的人員的身份 跟兩家台中的大醫院 叫權貴去打疫苗 COVID-19的疫苗 林官你知道他這樣一個人抽多少 一個人抽六到八萬 就簡單講他事實上也當過疫苗 黃牛就對了 對他就是疫苗黃牛 好 那這個事情裡面 我們另外說 後來這個影片 這個豆腐頭裡面 還有一些不雅的照片 不雅的照片 他是威脅叫說 這些被拍著的人 要什麼叫他 替他做偽造文書或洗白 這是他的手法 好那大家會問說 他怎麼那麼厲害了 因為林秉書常常會接近貴婦 怎麼接近貴婦 第一個他要不要去演講的場合 第二個要趁畫展的時候 另外說新書發表會 他就會到現場去怎麼 去賭這些政商名流 好講到一個畫展 他就說早天 有一天他找到一個 某某一個二代的貴婦 鎖定這個貴婦 他跟貴婦講說 有個畫家叫我來認識你 說你這個能不能替我一個長輩 來提筆揮毫 哇這個富二代的貴婦團 富二的貴婦團就覺得說 那您那個長輩是開畫展的嗎 還是怎麼樣 他很好奇 好就忽然就大家私訊了 就希望拿到那個貴婦的墨寶 然後後來貴婦就跟他私訊了 私訊談談談很多 談到醫美 還有談到股票 林秉書跟他講說 哎呀你最近股票投資好 那貴婦 第二代貴婦說 我最近航海王 等一下分析師知道 航海航我套牢 然後林秉書跟他講說 我航海王我萬海從八十一塊 這個賭到一百八十一塊 我賺了一倍 那貴婦就覺得說真的嗎 然後他會叫貴婦換股 把萬海換成陽明 結果這個貴婦有點賺錢了 就跟他談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跟他介紹很多人 好我們現在提到一個 所謂的畫作 這張也非常的特殊 因為這個是純敏鳳第一次秀出來的照片 這個後來張中鵬昨天也被問 說張淑芬這位林秉書也跟張淑芬 有他說見過面 但是聊什麼事情不知道了 好張淑芬竟然會跟他拍照 那這個事情是 後來我拼湊現在曝光的資訊 這張合照可能是在張淑芬開畫展的時候 然後地點可能不是他們大指的豪宅 可能是他個人的畫室 然後開畫展的畫家 就我認識的各式各樣展覽的藝術家 有些時候確實 如果有訪客有來賓 想要跟他合照的話 是可以合照 是可能可以合照的 所以假設林秉書是在張淑芬開畫展的期間 混到藝廊 然後以收藏家來賓的身份 跟他表達仰慕他的藝術作品 然後說想要跟他合照 那事實上他是有可能取得這樣的合照的 我覺得在網路上裡面都可以搜尋到 張淑芬因為張淑芬替他開了一家公司 叫做韋怡藝術公司 這就常都知道 這個是張淑芬的一家公司 但是他的這家公司裡面有兩個 所謂的畫廊 他的住址是在明泉東路 那因為張淑芬跟張淑芬住的 是屬於大字的豪宅 我相信林秉書沒有辦法混進去 他大概只能到畫廊去 可是他知道 因為他非常林秉書非常了解 所謂的畫作 因為張淑芬跟他聊 張淑芬覺得說他懂蠻多的 就像很多蔡思平一樣 他有做功課啦 蔡思平履結一樣 他懂得歷史 好我來看一下 張淑芬其實他是有個張式的畫法 像我自己也賣過畫 我們賣畫裡面 假設你今天把這張畫賣出去 你可以抽佣金多少 25% 那如果是明人 你可以抽30% 好那我們看張淑芬假設 我們就假設了 張淑芬這張畫叫做 普賢普羅 他是在香港裡面 數物品拍出來是 大概490萬台幣 可是他還有一張畫 非常有名 叫做一張畫 拍到1200萬的台幣 那我如果1200萬 我都快抽三成 我就不得了啦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運用 所謂的一個人際關係 另外他送A5和牛啦 送什麼葡萄一堆啦 反正他就是很厲害 無所不專 然後確實讓他打進去到 所有的政商民流 這最後講一句話 檢方已經在他的豆腐頭裡面 抓出他跟政商民流的截圖 總共有多少呢 一萬兩千個截圖 對 所以政商民流全部被他一網打進了 而且高超剛剛講的故事 我們在回溯昨天 他講張宏志相關的兩人往來的故事 張宏志的說法就是說 首先他參加了一個台南的美食聚會 所以他第一次見到林秉書 後來張宏志有新書發表會 然後林秉書就專程去聽 然後去討論讀書會 所以他事實上是投其所好 他知道張宏志愛讀書 所以就去張宏志的讀書會 我吐一下張宏志的潮啦 張宏志這種人 讀書會可能人也不會非常多 所以他多去幾次 確實可能會印象深刻 再來他知道張淑芬愛畫畫 開畫展 他就想辦法去靠近 靠近之前他要做功課 他也不能對於會畫一無所知 然後他就可以爭取到 張淑芬的理解或信任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一套 投其所好的主動接近數 林冠 我跟你講 那天馬文宇提到 他跟張淑芬提到的 所謂的私訊投資股票 那張淑芬會跟他談到這麼深 其實有沒有談到這麼深 看起來是好像沒有 但是不知道羅生門 當然他有沒有跟張淑芬的 對話的截圖 我打個問號 也許有也許沒有 如果他今天跟張淑芬有照片 有截圖 他把這個所有的 光張淑芬 都可以跟他做一個 背書 假設 背書的話 那其他的企業界 其他的畫界 剛剛出現一張照片是 他不是跟郭國文嗎 跟邱成遠嗎 跟幾個那個中嘉賓吃飯嗎 對 好 那這個場合裡面是什麼 是在2020年 范芬當選的時候 當選的時候 他就找這個 所謂的 邱成遠 邱成遠 你說他也不認識林秉書 因為邱成遠 他是越南的台商嘛 然後郭國文說 好像他沒講 沒有啦 我感覺林秉書政治圈熟的 就是新潮流啦 所以他可能跟郭國文是很熟的啦 然後再來呢 新潮流這個中嘉賓嘛 好 然後新潮流跟范芸 關係也還不錯 挺友善的 所以范芸就一起吃飯了 憑良心說 如果一群人吃飯喝酒 那他又多帶了一個人 其實也沒有什麼 只是說這張照片 就會讓人以為 他是不是神通廣大 因為他做西位 然後兩邊四個都是現任立委 你要同時讓四個立委 現任的 然後跟你合照 這張照片是經典製作 他坐在中間 旁邊是兩側都是立委 你知道嗎 然後那間范芸是說 剛好要吃飯午餐 剛好他忽然 沒有 這個餐廳看起來很普通 很普通 就是他們普通的炒店 然後秘魯喝一喝 這也不是什麼偉大的高檔的 那個是范芸 范芸坐東 忽然他范芸說 忽然林秉書打通電話說 午餐啊 那范芸說要不要吃飯 林秉書就來了 這麼簡單嗎 我搞不清楚 但是他確實坐在主位 但是我確實印象中看過很多 他跟郭國文跟范芸的合照 所以他跟郭國文和范芸 保證不是素媚評審 當然 保證不是只見一次面 所以我覺得這張照片非常好用 好那高超剛剛就講 這種照片就可能可以騙企業界的關係 然後呢 這種企業界的照片 就可以去騙這些立委說 我跟產業界企業界大老闆有夠熟 你有一些關係有一些事情 我可以幫你處理幫你配合幫你合作 那他就等於是說穿了空手套白 買空賣空賣空 買到打出高家瑜 打出人命打出事 他家的他媽媽的工具上面 如果加起來全部都去 總是只是1.8兆台幣 對嘛 所以但是高超他的照片可能有真有假 今天我們證實這一張是真嘛 真的 但是昨天討論的2300萬證實是批圖嘛 他是批圖嘛 所以這傢伙就是真真假假虛虛虛實實 有些是真的 有些可能是批的合的 對沒有錯 你不容易求證的 取得大家的信任 真的 所以黃翔明 這種人在立法院很多嗎 應該說有一種叫 專門我們稱他叫便當助理 便當助理通常就是說 所謂用人脈去幫立委招染 這個選服 那這些立委呢 他掛他給他名片 他給他可能有服務處的這個電話等等 但是呢 這一位助理呢 不用去上班 平時就在外面交際 然後呢 我說那壞事就扛糕了 什麼事情都可以扛 扛到就抽贊了 剛才說賣花可以抽兩三成 賣房子也有仲介費嘛 沒錯 所以他任何合作案都可以喬 喬到他就賺利用金了 對沒錯 這一種他連立委都不需要給他一毛錢的 薪水 因為他就是靠佣金過活 比如說我之前一個案子 就是說我接到的投訴 就是說一個商界 他為了拓展 他的這個這個市場 他的業務對象 希望能夠找王金平合照 那結果呢 他就找上一個 某立委的這個便當助理 好這個助理呢 他其實在兩三間的辦公室都掛名 好他就趁王金平在康園 就立法院的餐廳 宴請其他的客人的時候 帶著這個立委跟這個這個委託人 到這個參會中間 跟王金平拜個會 握個手 拍了一張合照 70萬交給這個服務費 交就是由這個委託人交給這個助理 那這個助理至少抽可能有20萬左右 所以就是買賣雙方 歡喜感恩嗎 對 這也沒有威脅脅迫 沒錯 買方覺得他跟王金平合照的這一張照片 價值70萬值得 因為他可能後面 他賣方OK啊來啊 來做生意啊 我抽佣金啊 因為他後面的這個生意的這個 這個獲利有可能是數百萬 數千萬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對商業界的人來說 這種叫做小錢 但是呢 對於政治圈的人 這種錢叫大錢 對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助理 我認為林秉書非常有可能 就是這樣的一個套路 他是有他有用他的這個人賣 用來把政界商界 學界法界串在一起 比如說啊 你需要一個政策延期 我幫你找學界 政界的人需要商界的政治獻金 我幫你找 我其實我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的那個政治獻金 我們不是之前查到 他都是一萬塊嗎 他是買餐券 他都是買餐券 他都買一桌 所以他還帶朋友去 這就 他帶的人收聽到老的 不是 他帶的人可能都是有頭有臉的 就是用這個再來套人脈 所以他 他用一萬塊的投資 換來更多的人脈 而且人脈會說 你看這個人跟那個 我覺得這現在聽起來很像在做直銷 對對對 然後是政商直銷數 然後反正買賣雙方有需求 他就做平台 那黃銘 你剛剛講的便當立委 都還是小拖的 如果大拖的呢 立法院有很多案子 有些人比方說要找委員 然後要遊說法案 或者要遊說某個法規 然後也這個投訴無門 那中間就需要這樣的 不管他的名字叫做經紀人 仲介 或者砍鎬 或者政治公關 或者便當立委 他的名稱不重要 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個中間的白手套 或者是一個平台的轉介的角色 沒錯 他現在擺明了 看起來就是靠這些妹妹嘎嘎在賺錢 沒錯 就是可以賺人賣就賺人賣 那可以賺錢就賺錢 對他什麼都接 我相信網軍也是他接的生意之一 所以他的業務量可能很大 那剛剛提到 其實我覺得那個 剛剛你說P圖 還沒證實 P圖那個明細表的部分 我特別說明一下 周刊他們拿出來這個 這個ATM明細表這兩張 一個是去年的9月28號 一個是去年的11月9號 如果你今天要說去年的11月9號 這張台信銀行是所謂P圖 那你應該要拿一張 同樣在去年11月9號的台信銀行 一模一樣的 那他改了哪些地方 這才能證明他叫P圖 等等等等 我甚至不認為他一定是P圖 我現在懂黃陽明剛剛辦案的邏輯了 周刊秀了一張109年9月28號 然後余額是300多萬 好 但是他秀了另外一張109年11月9號 然後余額是2300多萬 對 搞不好有一筆2000萬的收入會進來 就在這一個半月會進來有可能的 專案啊 對 所以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藉由這些立法院的人 賣做了什麼專案 沒錯 然後大的法案 大的專案 大的遊說 不好意思 2000萬都還是小錢零用金 所以他搞不好這一張也是真的 搞不好這一張也是真的 但是前後差一個多月會進來2000萬 沒錯 所以我說有可能P圖 也有可能不是 但是因為周刊給的證據 並沒有辦法說服人說就是P圖 好 那因為你要P圖 你就要拿一張 一張叫做P圖錢 一張叫P圖後 要一模一樣來對比 你不能拿一個兩個時間不一樣嘛 這叫竹高豆菜刀 竹高豆菜刀 對 黃耀明要在辦案有得利 黃耀明我再跟你辦一個案 所以 現在就合理邏輯推演 高嘉宇是在怕什麼 來 我們再看高嘉宇今天曝光的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曝光 我們把它黑白了 然後稍微把它碼了 他真正的彩色照片觸目驚心 這裡是高嘉宇的臉 然後旁邊是一個熱水袋 冰敷冰敷 對然後這裡 這裡其實是血跡斑斑 對 飯店的床單 被單 被套都是全白的 所以這裡頭的血跡看起來是很觸目驚心的 這確實證實了 馬文綠講的高嘉宇被打到滿身是血躺在床上 嚴嚴一息 然後這只是其中一張截圖 好 高嘉宇在怕什麼 高嘉宇是不是真正內心深處怕的事 事實上林秉書手上真的可能有他的致命證據 而且這個致命是可能會要掉他的政治生命 肯定有 你認為肯定有 如果你跟一個立委交往 立委的人脈就會變成他的人脈 那他透過這個立委 比如說高嘉宇委員 去做了什麼樣 比如說他喬了什麼事情 高嘉宇不一定知道耶 你看很多人都說他不知道他是高嘉宇的男朋友 可是呢 高嘉宇的男朋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高嘉宇跟他中間如果有重大的案子的話 雙方都會知道 沒錯 甚至我覺得他甚至剛剛我們講那幾個帳戶 高嘉宇委員搞不好知情啊 如果今天高嘉宇也捲在這個帳戶 跟他有所謂的金流或什麼樣的互動的時候 那不得了啊 這個事情就很麻煩 這就是政治恐怖情人 對 沒錯 本來是男女恐怖情人 可是他也跟你從事某些政治專案 那你如何在政治專案裡頭全身而退 所以不只是新潮流遇到政治恐怖情人 高嘉宇也遇到真實的男女恐怖情人 跟政治恐怖情人 他不只是肢體暴力 還有所謂的 所謂的 嗯 百官刑訴 對 就是說 拿著你的把柄 隨時可以威脅你 當然不只是還包括所謂的親密照片 親密影片 那我在我這邊我稍微爆一個小料哦 好 你爆了料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今天周刊 又曝光了幾個林秉書相關的故事 首先是他藉由參加畫展混到了貴婦圈 那其中這個貴婦的Label高達台積電的董娘張中茂 董事長的夫人張淑芬 好 再來他跟新潮流的關係 恐怕不是不熟的朋友啊 是隨便可以繞來一起吃飯類似這樣的照片 非常多 那非常多你要成天說不熟 不熟的狀態我個人的定義是 譬如說我跟你不熟 然後我素妹平生 然後我只見過你一次面 或者只吃過一次飯 可是照他跟新潮流幾個立委的往來來講 已經曝光了就一大堆 然後這個楊明剛剛還要講 現在雙方還在攻防你要爆料 對 我先爆一個就是說 跟藝術品有關的 大家記得就是說 上禮拜天的時候曝光了一張所謂的匯款單 對 就是他去購買這個古董 我聽到的是說 林秉書他都會像 不是他那個匯款單 匯款的那個藝術中心 他會像另外一家藝術中心 長期購買國內某特定畫家 畫家的畫作 那這一位畫家呢 跟張淑芬也認識 這位畫家他認識的還有很多 所謂有前官員 有媒體高層 每一次他開畫展 這些人都會到場去祝賀 所以他人脈也不錯 那這位林秉書他專門買他的畫作 他的畫作行情大概一幅 作品大概是五萬元左右 一次他是林秉書下單是一次買五到六幅 至少是二三十萬的一個金額 賣了很多次 可是 從來沒有去拿過畫 從來不交貨 诶 好 詭異了 這一次這個事情爆發出來 這家藝術中心很緊張啊 因為我的倉庫裡面一堆 這個畫作 對 他們發現 會不會真的是有什麼違法的事情 會不會是林秉書跟這位藝術家 合作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不法行事 那所以呢 我們 這個部分 目前聽說這家藝術中心 已經有人建議他們趕快去跟檢調自首 把畫作通通 把交易禁錄通通交出去 否則 當作證物這樣 對 你會成為共犯 有可能 沒錯 我告訴你現在藝術圈 這件事情正在延燒 因為這一家已經發現 會不會還有別家 對 好 所以林秉書真的很詭異 我覺得 剛剛楊敏講的這個 讓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其實是在政壇上 然後跟藝術界最常做的是 買畫是在求官洗錢 也就是說 我是為了走後門求一個官 然後呢 可能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輾轉 然後把錢洗出去 這是在政壇上最常的做法 那其實呢 從高嘉瑜的這個被爆打的事件 到現在 其實大概七天 就從11月30到現在 我最近被每一則消息 都震驚到 有點腦門開的那種感覺 我最震驚的是 從這個方明錄 從這個送花的方明錄 我想一一的跟大家解讀 我所知道的一些所謂的 不管是神鬼交鋒也好 或是寄生上流也好 也就是說 這些政壇上的 然後跟這個所謂的 公關前客 上市貴公司藝文界的一種 交際應酬跟暗黑的模式 其實從這裡頭我看到幾個 讓我非常震驚的 一個是 在高嘉瑜本人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在印象中一直浮現一個影子 就是我曾經在上市貴公司 經營犬的時候 有一個 但有兩個被 遭遇跟高嘉瑜一樣的女生 然後也被爆打 然後找我私訊投訴 但是他們不敢爆開 所以那個不敢爆開的那個情況 其實是跟高嘉瑜碰到 林秉書是一樣的 那他們碰到的是什麼人 他們碰到的是 專門在掌控經營權作媒體 公關跟政治人物 打交道的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 神鬼交鋒的當事人 那這個當事人 這些當事人從這個 鳳花方明錄裡頭 我又看到一些端倪 比如說 其實你看 這個事情不是單純的 看到說 哎呀 這個高嘉瑜被爆打之後 然後搞掉一個國策顧問 不是只有這個樣子 其實大家看到張宏志 他不是只有說 OK 我去跟裴偉 做了這個訊息的關切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如果以張宏志 在黨內政治圈 引起最大的爭議的事件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第一個 是郵局包裹 然後他出來罵人 第一個 他是那個好心肝裡頭 第一個承認的 也就是說 那個好心肝事件的時候 有一票人 那大家都原先以為他是 柯文哲的金主們 其實不見得 其實因為柯文哲跟高嘉瑜的感情 一直不錯 那到底 這幫好心肝 包括張宏志在內的這幫人 你剛說還有這個 中介疫苗然後可以打了多少錢的 這幫人 當時在搶疫苗的時候 那張宏志是第一個跳出來承認說 對我打AZ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跟林佳龍還有跟蘇貞昌 幹過一個什麼事 幹過一個 中華郵政物流中心 這個事情弄到 民進黨的這個執政團隊很難看 也就是說 你看 哎呀你們這個黨內叫做派系鬥爭 好 可是呢 這個引起所謂的派系鬥爭的事件 只有這個嗎 最近我們上回有講過 最近最爆紅的是光陽科 對不對 就是金銀犬的爭奪戰裡頭的光陽科 哎 剛剛好 他這個C字型的這個座位裡頭 左邊的郭國文跟右邊的中嘉賓 甚至一起送花裡面的審發會什麼 這些人聯合開記者會 您關我們在市場上這麼久 如果一個公司叫光陽科 他呢 董事長叫馬堅勇 那另外一個大股東叫做台綱蒙 兩邊在對打的時候 請問你 你會不會義不容辭的跳出來說 哎呀 我覺得哪一邊很讚 所以我幫他 蔡英雄我們再回來解構一次 我上個禮拜就點出來 剛嘉瑜待在財委會 財委會很肥 再來 財委會總共幾個委員 不多吧 這個10個 10個左右 15個 15個 然後呢 財委會的委員 幫特定業者代言 或者幫特定業者打對方 或者幫特定業者打官員 這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 這個都不是白打的嘛 沒錯 所以財委會很多動作 表面上是一個立法委員 質詢一個官員 或者一個case 可是呢 背後都是龐大的利益 而且通常江湖行情上 他一定有真正的代言關係 沒錯 不然他不會跳到第一線幫忙代言 而且背後是有公關操作 這個公關你倒是 其實我上次有講過說 你是站在A方還是B方 A方跟B方是對立的 比如說在官員科裡頭 馬堅勇這個是A方 台岡盟這個叫B方 然後雙方都有代言了 你把它想像成雙方都有律師費 這個是政治公關費 這個叫做馬堅勇方 這個叫做台岡盟方 那他們都有不同的角力 那這個角力呢 對不起 費用很高 然後呢 這個紓贏最大條 所以 而且費用很高 我一直 蔡玉珍我們再回來 費用很高 更需要林秉書這類 或者更需要白手套 因為費用很高 我做委員的 你是馬堅勇 我直接跟你拿錢也很難看 說不定你要抖內我的 或者我的人的什麼 行銷公司 公關公司 然後將來選舉的時候 他又抖內我的宣傳行銷開銷 中間要過幾手來洗 對 不然我直接跟你拿現金 搞不好像賴樹虎一樣 一刀斃命抓去關 沒錯 或者像林立氏一樣 一刀斃命抓去關 對 所以中間就要經過很多手 可是呢 這些手呢 當事人知不知道 就很像我上次就舉高志鵬的例子 高志鵬呢 他被他的助理用了 可是呢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說 這個背後還有那麼大的一個交易 所以呢 我就一直看說 這幾年的 這些所謂的 上次貴公司的經營權也好 你知道嗎 甚至在原先 大家都知道 我對整個大同的經營權 真的都在很熟 你知道 整個大同經營權 光金周刊 就是後來查出來說 其中某一年 就是打經營權的最後那一年呢 光這個所謂的公關 媒體 律師 所有的開銷 加起來七億 一年七億 那這七億裡頭呢 這七億裡頭 我赫然發現 好多名單 在這裡頭都有相關 比如說 好 我舉一個例子 這裡頭其實高嘉瑜本身打過 然後呢 他用的最好的關鍵就是中資 那其實我從頭就從頭到尾我都講說中資是一個AB雙方對峙的假議題 可是這個假議題很好操作 所以這中間呢 因為林秉書也曾經對外講過他跟黃國昌很熟 那黃國昌也是在這裡頭非常重要的角色 高嘉瑜呢也是 甚至呢他都還拿出AIT看不下去 認為這個會影響到台灣的國家安全 那我要講的是 這個質詢不太對 就是說這個沒有所謂的資安的議題 需要去驚動到AIT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一直覺得這個質詢很怪 這個質詢水很深 水很深 裡頭可能有不為人知的關係跟故事 對那這裡頭呢好多名單 包括呢 就是說其實呢 我們在週刊 我們在很多地方看到的爆料的新聞的背後的story 都在這上面 就包括說跟企業界 然後這些企業界也都跟林秉書關係很好 然後呢也多多少少 但是陳秉鳳那天也爆料說 原大已經否認有送花了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都有關係 對 企業界可能他的花籃花束也是真真假假 對 說不定張同志是真的 然後原大是假的 對 就是做公關嘛 因為我想原大可能他這個公關本身是媒體出身的 所以他也希望說我把公關做好 這個是小事 可是呢 至少有一個是真的 也就是段儀康代表的新潮流 在林姆的告別式的這裡頭 包括整個這個告別式的這個籌備 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點是沒有錯的 我打個套 段儀康沒有在選舉的 也沒有在跑紅白鐵的 段儀康會跟他LINE往來到這樣 電話講20多分鐘 然後告別式從頭到尾 那表示交情有到一定程度 對 而且這裡頭包括在民進黨內 我們看到這些故事 這些所謂的各個委員會的直選也好 其實呢 我們常常都會被看到 比如說OK 剛剛我講的那個叫做派系鬥爭 對 可是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是利益糾葛 好我現在問你 照林敏書他遊走的人脈關係 這麼多元而複雜 很多元啊 對 你看從詹洪志到張淑芬 對不對 然後到高嘉瑜 然後到段儀康 然後到范雲 然後到你剛剛還點名黃國昌 你看這個是很不同的 不同的層次 然後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領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今天週刊報道 他長期有錄音錄影的習慣 那這一些政治人物們 是不是真的以後要叫他大哥 沒錯 這個馬文玉講這句話沒有錯 如果說你跟林秉書的對話 那他都錄下來的話 那有一天他出來了 不管是膠寶或是這個服刑出來了 你真的要叫他大哥 因為呢 他手上一定有很多資料 包括這裡頭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在推卸責任 會說哎呀 我們純粹就只是一個表面上的關係 那我剛講的 這些經營權的爭奪戰裡頭的 這個利益非常的大 但是呢 你不會直接看到某個立委 他的進帳 就是兩千萬 或是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說 那個P圖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可是呢 可是呢 你絕對看不到單筆說 這個是進到立委的帳戶裡面 而是外圍 甚至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都有一種聲音 就是打著什麼 打著顧力熊的人馬 其實顧力熊自己都知道 他一直在這樣的一個所謂 包括什麼 這個富邦金跟日盛的合併 然後包括經營權爭奪戰裡頭 被尋 他一直都知道他被蹭 就有人 因為我終於腦開了就是 怎麼一直有人打著 跟萬國的關係 然後跟顧力熊的關係 如果我是顧力熊 我知道有一個傢伙叫林秉書在蹭我 可是我知道林秉書是新潮流的好朋友 我知道他是高嘉宇的好朋友 我可能明知道他在招搖撞騙他在蹭 我也並不一定跟他翻臉 有的時候打狗都要看主人 對 而且甚至我還找不到他真正 利用我的名義在蹭的證據 因為他轉了很多 我不認為顧力熊找不到 但是打狗要看主人 我舉一個例子 像這裡頭的名單還有那種 你看起來就像這個立委的質詢 叫做選民服務 可是你沒有那麼熱心的 會在AB雙方重大利益糾葛的時候 我選擇讀中A而對字B 好 可是呢 這裡頭也有一些 因為他不是在念正大的博士班嗎 還有一些是產官學界的學界 那學界呢 剛剛好就被查到有資金的往來 而且呢 在辦什麼 在辦法律座談會 要修法 修什麼法 修公司法 欸 抱歉 一場座談會 正常的情況是三五十萬對不對 欸 抱歉 一場座談會 做出來是三百萬耶 那三百萬誰分 所以這樣餘額兩千多萬 算只是其中一個賬戶而已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林秉書到底怎麼騙吃騙喝 騙財騙色騙人脈 最後騙到我這個鬧出家暴的傷害 那這個世間議員 今天如果他沒有跟高嘉瑜是這樣的 這一個家暴重傷害的關係 事實上他搞不好 還行走這個立法院跟政商圈 對 林官 我在我看林秉書 他的行徑害人聽聞 連自己爸媽都打除了這些 他不只是個人魔 而且我認為更糟糕的 如果是他個人這種偏差的行為 那現在被逮住了 那就來社會來懲罰他 這就算了 以後我們社會學到一個經驗 那怎麼樣來重新 來做一個安全網的建制 可不是在我看 林秉書這樣惡魔行徑 不是他個人的行徑而已 第一點他為什麼敢這麼做 我認為他背後有人 第二個他幹的行徑 只是謀取他個人的私欲而已嗎 不是 因為背後有人 他就是有要你去達到他們什麼目的 結果頂多林秉書 大概就是在這過程當中 他自己也撈一些他的 大概我在想是這樣 那我在想要追究的不只是個案 是背後這種暗黑勢力 那事實上在我們政治上 我覺得這一點實在很難過 講起來每個政黨 每個政團 甚至要經營政治上 個人經營這種魅力型 要選更高位階的 縣市首長 甚至國家大位的人 我在想他們或多或少 都在經營這種暗黑勢力 第一個人網軍之父是誰 就是柯文哲 林光我沒有隨便指證他 我監督他這七年多以來 你看我就以他最近講的話 柯文哲他自嘲說他是政治創投業 他承認他是網軍之父 他說網軍之後他要再研發更厲害的武器 他怎麼講呢 他說林錦昌啊 林鶴鶴在我這裡學習網軍 回去用十倍資源來操作 那我只能再引發更厲害的武器 我就講這一次林秉書 他在外面的餘孽 幫他操作什麼crazy Winnie有沒有 這個人叫李伯章 那個李伯章他向朋友炫耀 網軍他說 我那個帳號搞過一堆人 沒有人能夠抓到我 只有私下來求情的 這種就是網軍 除了金錢以外 變相得到的酬庸 我覺得這個檢調應該辦案 對 檢調這一次順便把李伯章們 林秉書們好好認真辦一辦 然後 林光 我說他是柯文哲外圍的網軍 一點都沒錯 柯文哲啊 這個李伯章 自己的網路上 他就說啦 他說啊 他去跟柯媽媽合照嘛 甚至太大的小孩 他說啊 過日子過到忘記今天是母親節 每逢家節被私親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但我好像沒跟我老母合照 就放一張亂入人家母親 騙吃騙喝的照片 應應景吧 欸 他去那個跟柯媽媽的合照 他還帶他小朋友去 他說 來新竹認甘阿嬤 跟他小朋友這麼講的期許的喔 然後他拿到的大紅包 這大紅包 柯文哲給的 他說欸 謝謝市長給無額的大紅包 所以柯文哲是網軍支付 最早使用網軍的 彭香大哥怎麼觀察 呃 這個 這個案子 我只跟我小女兒討論過 因為說實在 這個我這個世代 如果遇到家暴的男人 趕快分手這樣嗎 對 因為也不是說我跟我小女兒討論過 而是我小女兒跟我討論 他說爸爸啊 啊 這個高嘉宇 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欸 他還是法學碩士啊 如果 連這樣一個 當過十年的市議員 又當立法委員的一個 港湖女神 都沒有辦法 有效的保護她自己 都沒有辦法 看清男人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啊 這個 說實在 當然我女兒傻嘛 考不上台大了 對不對 那個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的 四任總統 都是台大的啊 對不對 好幾個都是法律系的 所以這個是個國安危機啊 你看啊 台大畢業的 你都應付不了 像林秉書這樣的人啊 那我們一般的 犯夫走租 我們一般的 市井小迷 要怎麼去分辨 什麼是好人壞人啊 所以 我女兒跟我講說 爸爸 這個案子啊 我看不出哪一個是好人 哪一個是壞人 嗯 我想起了 我一個老長官啊 他以前 哎 當過總戰部的中將執行官啊 啊 他這個在 中校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剛到台灣來沒多久 他有一次啊 這個被 莫名其妙 就被 這個保安處抓走了 三個月 因為 連他自己的單位 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嗯 他太太急著發瘋 我想以前 政大的一些的教授都知道是誰 真的 那然後呢 他為什麼被抓 後來才發現說 他有一天啊 在台北火熱站 碰到一個 過去在大陸認識的人 哎 哎你也來台灣了 打了一個招呼 嗯 就這樣子啊 然後過了兩三年以後 他被抓了 為什麼被抓 以前抓匪諜是怎麼樣 嗯 抓到一個匪諜 可疑的匪諜 然後就跟他講啊 沒事了 嗯 你找個人保你 嗯 結果那個匪諜寫一個 他知道在台灣的人的名字 寫來寫去 寫到了我們這個長官 嗯 他就被抓進去 你看現在啊 所有的這個案情的發展 就跟當初抓匪諜一樣 你只要啊 啊 跟這位啊 啊 北蝶甲林秉書 嗯 有過照相的 有過這個接觸的 通通列為北蝶 哎等等等等 我覺得切切的可能還好 現在是政治人物跟他站上邊了 被懷疑嘛 所以說嘛 被懷疑他是政治人物的白手套 幫忙幹一些弄錢的勾當嘛 所以說啊 剛才林冠長的 真的是我們要啊 他照著你看 他的這個檔案裡面有多少 嗯 誰也不知道說 你有沒有跟他合照過 我覺得光這種照片 他如果要跟企業界的說 我跟好幾個立委很熟 我可以幫你處理法案 我覺得企業界會有人買單 一定相信 一定 對 就是這種照片 然後 買單也並不一定會成事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買了冤大頭的單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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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夠訂閱 還不夠分喔 那同時喔 張宗謀事實上 昨天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直接表態 他說台灣喔 很難再有新的護國神山 那韋傑 這幾天喔 這一個美國的金融市場震盪喔 可是今天台積電拉了尾盤 没错 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上涨了108点 那涨了0.6个百分点 成交量来到3743亿 那最明显的就是一点半过后 台北股市急拉了108点 基本上这108点都是一点过后拉的 外资呢今天只有小买了2.6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电今天的表现呢 就是一点半过后拉了7块钱 占回到月线以上 也是带动台北股市指数 往上涨的一个重要关键 因为我们看到在联电 今天表现稍微比较暗淡一点点 小跌了1.2个百分点回测月线的支撑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多方指标 就是在航空双雄 那华航呢今天是上涨了7个百分点 长荣航呢今天也上涨了6.5个百分点 同时都站回到月线之上 同样也是一点过后拉的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看到在比较属于中小型类股的 还是在威胜集团当中的 元宇宙的一个题材发酵 不然像是在建达跟卫数呢 今天双双拉到了涨停板 也创下了波段的高点 因此在电子股当中呢 比较强势的还是在中小型 而且跟元宇宙有相关的题材会比较强 那我们看到比较弱势的电子股呢 都是在高价股 包含像是在 翔硕啊 矽利KY或者是在普瑞 今天基本上平均大概跌3到5个百分点 而且呢有的都已经跌破月线 甚至有跌破季线直接 转弱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刚刚有特别提到 这个张忠某在昨天的一场演讲会上当中 说呢要找到下一座的护国神山是非常非常困难 首先呢就先点出这个护国神山的定义是说 要对全世界很重要啊 要具备有高市战率啊 要有创新的产品 要有商业模式 然后要经过多年的经营努力 才能够成为一座护国神山 他现在认为台湾的状况 其实比较难再做到 像台积电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地位 那另外呢 他也批评呢 在最近季辛格对于 这个台湾的一些相关 比较辛辣的一个发言 他说季辛格是非常非常难 在5年之内带领intel 重回到过去的一个盛况 当然除非就直接跟他讲说 除非他们intel就改了 他们的一个退休制度 否则在季辛格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能够让intel 重回到过去的盛况 在我们看到是台湾的金元代工 在第四季的一个 第三季的一个营收状况 是出现了一个 计增率4%的一个状况 那全年呢 是持续上看到 25%的一个年增率的发展 那当然是建立在这个产能 满载跟涨价效应的一个推升 甚至呢在明年的订单上面 也都有比较乐观的一个展望 另外我们看到在台积电的部分 他是已经拉大了 跟三星的市占率的一个差距 还没更是指出 三星这一次没有跟上台积电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没有跨入到车用电子的一个领域当中 那包含像是在这个三星 比较专注于在手机领域当中 这个是让他们比较觉得 会输给台积电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在各家金元代工的 这个厂商呢 在发展成熟制程的过程当中 传出说联电可能会重回到 先进制程的布局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现在目前看起来在成熟制程竞争对手 越来越多 像是Global Foundry或是中芯等等 不得不让联电重新再考虑去布局先进制程 但是我们还看到联电在11月份的营收 仍然是再创下新高的一个表现 来到了196.6亿 那么月增率来到2.6% 年增率高达33.5个百分点 再创下单月营收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以现在目前来看呢 这个第四季的状况来说 应该还是会有超乎市场上的一个表现 因此就国内的一些金元代工双雄的表现 都还是有机会在年底之前 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状况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